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令妃娘娘安 自本宫进封为妃 还未得灵大人一句道贺 微臣喝过令妃娘娘 这句道贺是否真心 令妃娘娘若无吩咐 微臣先行告退 落将 别跟着我 本宫自己走 主 主 是为灵是为心烦吗 如今您都风飞了 别总想着她了 本宫何昌不知道 可是看着她对本宫冷冷的眼神 本宫心里就是不痛快 是不是上次的事情之后 奴才给令主请安 爸爸 你怎么在这儿啊 奴才替皇上到庆平住传旨 远远地看见令主和灵大人叙旧 不敢上前打人 这不在这儿候着您呢吗 你看错了 本宫跟她续什么酒 别瞒了 您和林云彻的旧情奴才知道 看刚才的样子 怕您心里还惦念着她吧 本宫有什么好惦念她的 那就好 奴才是怕 林云彻对令主当日亲近皇上 只是怀恨 他日日在皇上跟前当差 难保哪一日 不会在皇上面前缠你 万全之策 还是除了他为妙 他不敢 瞧你 奴才才说了一句 您就急成了这样 林云彻对皇后有恩 要除了她 怕是难过皇后这一关吧 是吗 还有 别忘了你我之间的约定 你要学的是礼遇 挪开了礼遇 你才能爬到最顶峰 林云彻不是你的板脚师 他没爱着你 林云彻从来都不是奴才的岛路师 是您的 本宫 本宫 扎心窝子的刀啊 从来都不在敌人的手里 而是在您最亲近 最心爱的人呢 林云彻知道您太多秘密了 随便往皇上跟前说那么一两件 您还有活路吗 不 她不会的 她会不会您自个儿心里清楚 林云彻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待您了 您可以为了荣华富贵不要她 她就不能为了荣华富贵出卖您 令主啊 您可想想 林云彻可是皇后一手提拔起来的 您要争处 迟早得和皇后撕毁 到时候林云彻把您一卖 您这半辈子的心血可就全白费 您怕礼遇等了奴子 她得皇上信任又有皇后承拗 要对付她也不计在仪式 可林云彻这个人 您要是心软 可就害死自个儿了 主 咱们快点吧 皇上已经在寝宫等着您了 嗯 知道了 主啊 奴婢去给您准备衣服 娘娘快洗完了 把这些衣服都叠起来吧 是 是 肚肚呢 娘娘 小瑞子来了 进来吧 皇后娘娘万安 起来 谢皇后娘娘 如何 回皇后娘娘 姜太医奉旨一路赶着回京 可是途经山东境内 不知是劳累还是影视不慎的缘故 到时复谢耽搁了好些日子 如今好些了 正赶着回京呢 她病了 那永齐和淑妃如何 都好 吴阿哥病相有缓 淑妃娘娘 除了慎其弱 也没别的不是 嗯 那本宫就安心多了 你下去休息吧 辛苦了 喳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林大人出事了 怎么了 今晚本应该是嫁贵妃事情 谁知为房嬷嬷 在收拾嫁贵妃衣衫时 发现嫁贵妃的肚兔不见了 李渔公公带人去查 结果在侍卫无防 林大人的义务里找着了 林云彻 李渔找着的 是 好多人都看见了 皇上发了好大的疲借 嫁贵妃一直缠着皇上 要处死林大人 林大人已经受刑了 李公公递来消息 问怎么办 去找皇上 我没有 没有 少爷 我会冤枉你吗 住手 皇后娘娘来了 别冤枉你们 少爷 我 没有 没有 皇上